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一的新闻大家谈 我是福尧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节目嘉宾 一位是时事评论员 资深政经分析师秦鹏 秦鹏先生好 福尧你好 小旭好 观众朋友们好 小旭博士好 应对中共当前危机的委员会委员小旭博士 小旭欢迎 两位好 好久不见 好的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 脑神经打击武器 数万中国人成为了实验品 已经投入实战了吗 规模超过了想象 目标已经锁定了 叫停这样的邪恶计划 每个人又需要做什么呢 南方的年轻人涌入东北 释放出什么样的危险信号 近期一份12页的研究报告 盘点 瞄准并瓦解中国共产党的神经打击计划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报告开篇就指出说许多人没有意识到 中共及其军方在开发神经打击武器方面 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了 什么是神经打击 根据著名的认知战专家迈克雷特的定义 这是指使用独特的非动能技术 精准的瞄准士兵和平民的大脑 以损害他们的认知 降低他们的态势感知 造成长期的神经退化 并模糊正常的认知功能 那么中共具体是通过哪些手段 仪器武器来实现这样的神经打击的 哪些部门又参与其中 他们的打击目标是谁 整体的战略有多庞大 而最终中共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国际社会又有什么样的办法 是否可以终止这个邪恶计划 那么首先呢 我们邀请小旭博士来说一下 您是这份报告的共同撰写人 可不可以请您先介绍一下 中共对于神经打击武器的研发 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是不是已经实际的应用了呢 说到神经打击武器的话 其实这个概念并不是我们这个报告 刚刚发明创造的 那么实际上中共这个思路其实由来已久 那么我们这份报告其实是强调 这个神经打击武器对于中共来说 它不再是一个概念 那么它实际上在很多武器的研发 以整个军方的战略的角度来说 已经是很明确的 就是在大规模的研发 那么现在这类的武器 当然还没有到大规模量产 还没有到mass production这么一个阶段 但是技术上的这个投入和突破是已经有的 那么就是说你牵扯到这个神经打击的武器 它其实包括多方面 那么它实际上就说 不是以常规的这个直接接触的这种武器 就是non-kinetic非力动态的这种武器 来直接影响到这个神经的这个功能 那么这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就是说能量的武器 那包括了这个基因的武器 也包括了这个数据信息的这个武器 它是包含了多方面的这个武器 那么整体对于中共来说 这是超限杖这个框架下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领域 那么它牵扯到调动大量的这个中国本身做脑神经研究的 这包括这个脑机接口研究的 以及这个基因武器 基因改造的武器 以及这个中共的这个disinformation campaign 这个信息账的这个资源 那么一起来推动整个neural strike这个身经打击武器 这么样一个庞大的一个计划 而且这种计划它不是就是好像 那么乍一听有点像那个sci-fi 好像就是说好像科幻一样的 它并不是在这样一个 就是好像卡通领域 sci-fi领域这么一个模糊的概念 对于中共它是实际上要去实施的 要达到的一个这个超限战的一个能力 那么就像大家现在知道中共这个网络攻击的能力 已经是精非犀利 那么它对于包括前一段 对于这个美国商务部的这些主要的领导人的 这个电子这个邮件的这个攻击 它已经可以做到非常有针对性的识别性的 这种长期潜伏性的这种这种入侵了 对不对 它这个水平在不断的突破 那么在这个神经打击武器方面 它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突破 它不仅仅是如果大家稍微留意的话 就是过去几年里面谈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哈网纳综合症 那这个实际上是定向能的一个武器 那么这个我们说它就举个例子 就是说它对神经的这个影响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有些人只是知道这个哈网纳综合症的这样一个事件 知道比如说美国有一些外交官在古巴 那么他有可能受到了定向能武器的这个攻击 那么美国的这个军方部门包括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还有一些其他的政府们一起介入调查 但是好了几年时间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下一个定论 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些受法再来说 就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的攻击 声波能量的攻击 以及在脑部形成就是剧烈的头痛 有些这个被攻击的人 他是长时间的就是持续的剧烈的头痛 然后逐渐的就开始到这个视觉的能力的下降 认知能力的下降 工作能力就是严重下降 几乎就是Dysfunctional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且是持续几年的 然后身体上非常容易感到疲劳 然后呢就是 就是它使得整个人的这个功能状态 就是彻底下降 有的人就是觉得甚至自己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那种认知上的这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种武器的这种攻击的话呢 它实际上带来的这个效应是非常大的 那么现在我们确实也就在这份报告里提到 那么中共对于这样的武器的研发 它不仅仅是在小规模有这个能力 那么现在中共的一些研究里面甚至提到用无人机 或者是小型的这个发射的武器能够发出定向的这个 就是说携带这种定向的仪器到一定的这个区域 那么释放这样的武器那么对一定程度规模的这个人群造成 就是神经方面的这个攻击 神经系统的攻击影响脑部的识别 然后可能再带来长期的一个精神方面的这个 或者是脑部功能的这个伤害 所以这样的这个武器当然听起来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东西 但是呢这份报告也不是要这个危言耸听 那么就是说实际上中共是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来发展的 所以这边就先举这么一个例子 它就是现在中共在这方面是非常aggressive的一个研发的阶段 我想问一下小学博士 就是说正常的人啊怎么去发现这些身体的反应 是一种正常的健康反应 还是说是被一些就是武器 比如说神经武器攻击之后产生的反应 人要怎么去分辨呢 那么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一开始自己有些症状的话 你可能不会感知到 就像哈网纳综合症的话 那有的人的反应呢 它是一段时间才有 就是说它因为中共在这个测试的过程中 它有调试能量的这个级别 就是说如果你是 比如说一次性的脉冲式的这种攻击 它能量比较大的 那么你可能身体很快就有不实 剧烈头头马上就来 那有的人是慢慢的慢慢的 那就持续一段时间开始累积这个效应 它就是有时候就如果是它比较低质量的时候 就会比较难反应 那么还有的这种神经攻击的武器 那么你很难区别 比如说现在中共 这个包括中国军事医学科学人 他们对这个Zegar病毒特别感兴趣 那么他也做了一些功能争议的研究 那么Zegar这个病毒 它本身是有这个神经系统攻击的这个能力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武器开发出来的话 你被感染以后 它是就像一个正常发病的过程 所以你自己并不知道你可能被这些武器攻击 那么还有的我们刚才提到数据 以及这个信息账方面的这个攻击的话 这就对很多人来说也很难把握 就是说如果就是对一个区域要征服 要统一比如说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他如果对这个人群 事先进行长期的这个有选择性的 就是精确的信息的这种攻击 以及数据方面的这种掌握 就是manipulation 就是犹豫的这个调整这个数据 对这些人群的这个对一些思维的判断 进行直接的影响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也是就是长期积累的 所以很多情况你人就不容易知道自己 其实是被一种系统化的这种战术武器 来就是就承受它的这个攻击的这个后果 所以在这些方面就是要看它具体的实验 这个攻击的手段武器的手段 那么在分析和鉴别上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好非常感谢小旭博士 您刚才有提到这个哈巴纳综合症 那我们看到之前媒体确实是报道说 在2016年底那个时候开始呢 有30多名的美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 在古巴和中国是受到了微波武器的袭击 而且出现了恶心剧烈的头痛 疲劳头晕等这些长期的症状 我想问一下小旭博士 像这种是不是也是属于神经打击武器的一种 您刚才有提到这个ZICA病毒 就是2016年当时是在美国这边比较流行的一种 就是ZICA病毒嘛 那它应该是属于像是流感等等的这种 对于就是说免疫反应的一种就是说病毒吧 它是不是也被列入到了这种神经打击武器当中了 这个就是中共军方自己把它认为的 就是增加它的功能以后 它现在比如说它的功能阵营 就是它能够感染这个大猩猩啊等等 那么它本来这个不是它的宿主 那么它现在就是想要让这个ZICA病毒 扩大它的感染的这个宿主的范围 能够感染人等等 那么它是朝这个方向去研究的啊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哈网纳综合症啊等等 那么这些有些东西它也就是都有一个研发的过程 就是中共在现在这个阶段它是更大规模的投入这个资源去做研究 而且把不同的这些就是对神经攻击的这个手段把它综合在一起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在探讨就是在什么样的这个场景下它可以去应用 而且对于中共来说现在在这个中共军方的理论上面用这种神经攻击的武器呢 它不是说非得在一个就是说极端的情况下它才会用 它是把它作为一种超限战的常规的可以使用的一种手段 那么所以在这点上它是本身这个可以说它的这个框框 是被自己中共军方的这种野心给它彻底突破掉了 所以就是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很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危险 就是它可以就是并不是说在极端的情况下 它就使用这么危险的武器 而且呢当然就这种基因改造基因武器的话 它随着它对脑部的认知的这个能力的不断的这个提升的话 它可以攻击的这个部位是可以非常非常精确的去打击的 那么中共的像比如说深圳那个脑研所等等很多机构 它实际上是背后也有军方这个投入一起研究的 所以它在脑的这个认知的模型上 以及脑机接口如何控制人们的这个情绪方面 它是投了投入大量的资源 那么这一点上也是为什么就是美国的这个商务部 中共曾经就是制裁就是禁用一些就是高技术的产品到 大概十几家中国的这个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是研究就是就是跟脑部的这个攻击有关的 这个weapon system的这个研发是相关的 所以其实就是美国政府也不是说以前不知道中共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这份报告就是要告诉人们 中共做这事情是一个战略性的大规模的投入研究 而且呢是可以说在技术上会有很快的有更多的突破的 所以是处在这么一个危险的阶段 好非常感谢小旭博士 那么您是提到其实军方和医院都已经牵涉其中了 那您的这份报告也的确是非常有意义 现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质疑就是有一个维权团体 他们的人数呢保守估计是多达几万人 而年龄是从小孩到老人不等 他们来自不同的省市从事不同的行业 他们自称是中共科研部门脑控武器实验的牺牲品 他们提到的共同受害的情况呢 包括是脑中被强制灌输各种指令 负面情绪等等 2021年底美国政府是制裁了34家中国实体 主要原因是涉及生物技术武器 包括脑控武器 我想问一下秦鹏先生 您对于这方面的情况是不是有了解 那这个就是说中国人如果说真的是拿中国 中共真的是拿中国人来做这种人体实验 这种反人类的实验的话 这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方面的信息其实在2016年之前的时候 大概那个时间开始的话 直接上陆陆续续在网络上就有不同的人再去揭露出来 那么比较有名的呢也就是有一个当时的海外的民主人士 叫贾阔 对吧 他的父亲叫贾贾 2016年的时候就是贾贾贾阔的话就在新西兰 他公开了他的父亲和他之前是遭受过中共脑控的这样的一个攻击 然后后来在2009年那么贾贾是为了有他儿子 也为了避免就是继续受这种折磨 他后来就回国去坐牢去了 所以这个案例其实是比较可信的一个案例 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人也揭露出来相关的信息 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美国方面又公布了哈瓦那事件 2021年就是美国又制裁了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他们的这些人 那么相关的这些报道在中共的这个官方媒体里边 其实也能够查出来看出来说 它实际上就不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现象去研究 而是当作一种武器去攻击人 比如说这个被制裁的这个中共的军事医学科学院 它呢是在2012年他就发表过一篇论文叫做 意识控制武器与行为学图像数据库的建立 它就详细介绍了说是意识控制武器又叫这种思想控制武器 然后呢讲说意识控制首先要选特定的人群 然后通过行为去分析再建立起一个一套数据库 然后呢发展这种武器伤害和所谓的叫医学防护 就是说它是个双刃剑对吧 它可以呢去攻击别人同时呢又去保护自己 所以这个方面其实很清晰的表达了说 它就是在进行这方面的主动的去攻击别人的这种研究 现在就是有一个情况很多受害人说出这种情况 但是其实这种攻击是看不见摸不到的 所以很多人包括他们自己的身边人可能也不相信他们的说法 他们觉得中共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有这种看法的话我觉得非常正常 因为这个可能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认为说现代的科技 它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一种定向的控制 定向的对人的这种打击 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很多人在去想象说 中共其实挺邪恶 但是呢你让我们去相信说 它能邪恶到随机拿这些普通的这些人去做实验 它觉得是无法理解 对 所以这两个方面 那么从第一个方面我们讲说这种武器的这种现实性 就是说实现的这种可能性的角度来讲 其实是能实现的 那比如说我们讲说人体呢 定向的会接受一些这比如说刺声波 或者其他一些这种微波等等的 这个其实对人是造成这种杀伤的 这个在现代的这种军事战场上 其实本身是有一定的这种应用的 而在记忆部的作为个体来讲 比如说脑控这个问题 它就涉及到说人的这种生物波 人的脑电波 它实际上它是有这种定向的一个频率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做共振 大家在上过初中物理或者什么的话 可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就是说当你看起来呢 这个人比如说军队上那些人在去走路 对吧 它看起来是好像没什么影响力 但是当军队要求过桥的时候 必须是散步去走 对 不能脚步一致 不能说脚步一致的去走 为什么 你要脚步一致的话 很可能会和这个桥的共振频率相同 就能把它给震塌了 对 而且据说军队在行军过程中 也是不能脚步一致 因为这样会和他们的心脏的跳动也会一样 然后这样会对于他们的心脏不好 没错 所以这个其实就共振这个原理就很重要 就是说假如说外边的人通过你的这种研究 因为人是要发射出很多这种生物波的 它通过捕捉到你的脑电波 捕捉到你的一些生物信息的话 进行研究就会发现 它可以攻击的一些这种频率 或者攻击的一些方法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针对性的某些特定的人 他就可以进行相关的这种打击 所以这个从技术角度来讲 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我们大家从日常的生活中 其实也有一个这种例子 比如说心灵感应 你家里的亲人或者什么人 你可能说实际上隔得非常远 但是那边有什么事情 你有时候非常清晰的能够去捕捉到这样的一些信号 身体有身体或者其他方面 有非常强烈的一些反应 这个在科学上也得到认识了 就是非常著名的很多人也都在去提到的一个 这种脑控方面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科学家 叫做《江堪政》 这个实际上是在中国的中国医科大学 做过相关的一些研究 后来他还有一本书叫做 《生物电磁波揭秘长导发现》 这个人后来是在1971年的时候 在受到中共迫害跑到苏联去了 所以他这个人是个非常可信的 非常这种我们讲说在科学界来讲 是得到公认的说他这个方面有研究的那么一个人 他在那本书里边本身也 减少了一些这种特殊的一些生物现象 比如他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 他就是一个是做这种心灵感应的 他说这边你做什么东西 那边的话相应的人能够什么 那边画画 他可能画一个方形 画一个三角形 那边能够马上感受到这种 这是一个例子 实验能够真正能够获得承认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非常著名的 他是做了一个密封和这个叫做窝窝花 这个实验 就是说因为窝窝花它本身也能放出一些生物垫的 那么密封的话 它那个头上它那个触角 它其实是像天线和雷达一样 它能够接受到相关的这些信号 那么人就模拟了相关的这个信号之后的话 他就把它去定向发射 结果那些密封就跑到那个方向去 然后你把那个就是发射那个方向再转一下 那些密封又呜呜呜呜呜好到这边来 所以密封是追随这个频率而去的 追随频率去的 就是说这种电磁波这种生物现象 它其实是有些科学依据的 它并不是说是漫无目的地去发射 然后它没办法去控制 对吧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说科学角度能够实现的 那你觉得中共可能做出这样反人类的举动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技术上能实现 那么中共会不会做这件事情 这个更重要对吧 那么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报道 相关报道的时候 我也是有点怀疑 对吧 包括最早的时候看到说中共在去规模化的 去活摘这个像法轮功学员 或者其他的这些什么基督徒 地下教会的基督徒 或者其他人那种器官的时候 也觉得有点怀疑 但是你稍微进行一定的研究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它是存在的 为什么 你比如说全世界的去移植器官的时候 美国有一亿多人 因为它驾照上边的话 你就自动的去选 说要不要捐献器官 那么一亿多人这种认捐的话 结果的话美国一年才两万多例的 这样的一个移植数量 各种大器官对吧 结果中共的这个体制下 到今天二三十万的这个所谓资源捐献 结果中国的这个数量比美国还多 而且这个还是官方公布的数字 基本上达到这个了 那么实际的这个数量的话更可怕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全世界都不可能做到的 叫做器官等人 就是它可以非常快地在这个一两星期内去找到器官 这个在美国的话 你可能正常是要等个两三年 才能找到匹配的器官 非常难的 你比如说这个乔布斯 大家都知道他实际上后来是做过器官移植的 他是等了好长好长时间的 包括这个美国的原来有个副总统 对吧 切尼 他也做过器官 他也是得花一两年时间去等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器官 他本身你能找到他要配型的 要很多很多这种匹配 结果中国能花那么短的时间内 所以证明他有一个庞大的一个活人器官库 那么在后来我们后来又知道说 这个武汉的那些大学生失踪 突然失踪 突然失踪 而且是非常多的人 结果当官方的摄像头坏了 没人找 反正家长去找的话他打击你 所以这些现象包括后来的这些 大家其实慢慢的 好多人也开始相信了 中共就这么邪恶 中共做得出来 做得出来 还有一个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假如说现在告诉你说 中国政府非常规模化的 在去批量的 在去直接定向的去这种批准 或者是纵容这个叫做贩卖人口 一开始好多人可能也不相信 对吧 你到了这个铁链女这个事件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所以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邪恶程度 就是因为它太超出人类的这样的道德底线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敢想象的 那么其实再进一步我们讲说 对科技的这种认知和利用 你同样是做这种搜索引擎的公司 对吧 谷歌它现在是拼命地去超越人类的这种极限 去做什么量子计算 做什么等等这些研究 对 中共的这个控制下的这个百度 做什么呢 精神控制对吧 帮你去洗脑的 还有就是去 教你去偷东西对吧 或者是卖假药 什么莆田医院等等这些 就是说你同样的这个叫做南居北志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就带来说 中共它是把这个科技 它一定不会像马斯克一样 对吧 用这种人机接口 它去把这个瘫痪的人 然后想办法能站起来 还能够去活动 它想的是说 有这么个好武器 那我是不是可以像这种 病毒去祸害全人类一样 对吧 我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达到我去说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这样一个目的呢 所以这一点上来讲 我说对中共的这种邪恶 我们好多时候其实是 因为我们有时候太善良人 所以反而没办法去想象中共 它到底有多邪恶 所以这个其实是好多人不相信 我觉得也有可以理解 是 我们看到秦邦先生确实是点出了中共 它确实是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而且极有可能啊 小崔博士 我们想问一下 就是说中共现在它利用 如果说利用这种神经打击武器的话 您在撰写这份报告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规模 它是一般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使用呢 还是说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普遍和更严重呢 应该说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很多 而且在技术层面上 它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相当程度的 因为现在人们对整个弹脑的这个运作的话 其实在认识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 就是说也很明确 不仅仅是基因水平 不同蛋白的表达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它有什么样的不同蛋白的表达 会有很多的理解 然后那个神经元网络是怎么样 江湖之间的沟通 以及这个脑电波对不同的脑部的这个结构 它有什么样的影响 什么样的电磁波 对什么样的区域有什么样的影响 它其实现在这方面的理解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对于中共来说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哪些特定的人群 或者说特定的地区 会是这种武器的打击目标 那么像你刚才提到的 像一些就是有不同政见的 或者是一些集中散伐的人群 它是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武器进行攻击的 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 比如说很多散伐的民众 那么有不同的想法 它有它心里积累了很大的怨气 它的这个情绪 它有它的自己的特征 那么中共通过对他们的脑波的分析 它就是它是双向脑 一开始他们是收集这些人的脑部的这个信息 进行分析 比如说它情绪不稳 它对政府有非常强烈的反弹的时候 这个情绪是这样的状态下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脑电波的特征 然后如果让他们产生恐惧的状态下 它是什么样的脑波的特征 这些东西它是可以先收集的 而且现在它是有超大规模的电脑 来支持这些分析的 那么就是说它可以 engineer它可以调节特别的脑波的频率 来干涉这些人的思想 让他们心里产生 比如说一种严重的这种depression 或者是情绪的易怒易躁 然后造成他们像精神病的这种状态 然后中共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安康系统 这些精神病人对这些人进行特殊的这种 关押等等对不对 就是说你通过这些武器使他们更容易产生 像精神病这样的状态 然后在社会上也同时制造这样的移论 让人们人们觉得这些人对政府有不同的意见 然后这些人群很可能是有精神病状态的 所以它是多方面的这种作用 疫情让这些人陷入这种精神崩溃的这种状态 它是可以用这种多方面的武器来实现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对中国老百姓来说 对一些拼命来说 特别是你如果是对政府有不同的意见 是很容易成为这类武器综合攻击的一个对象的 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个人们觉得 只是因为长期上反得不到结果形成的一个depression 那么当实际上有些人就现在被中共定义成为 他们这类武器的实验的对象 而且他们在把他们拘押过程中 他们是可以对他们进行脑波的分析 把这些信息都抓走 然后形成一个大的数据库 用庞大的电脑去分析这些人的思维的特征 他们的脑电波的特别的频率的这个pattern 它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些高技术来针对 这些人进行分析的 然后现在还有的就是说 也有在体内置入一些特殊的这个microdots 这类的东西让中共的政府更容易追踪这些 所以这些方面总的来说 就是中共它是这些武器 它是不断的想要在这个实际的场景中寻找到 它特别的应用的 是 那如果说对于普通人来说 自己知道自己是异议人士 自己也知道自己和中共的一些想法是 就是说不切合的和它的一些就是说理念 那可能会是中共的一个潜在目标 包括台湾人香港的朋友 包括美国这边的很多朋友 就是我们要怎么去知道自己 就是说有可能受到了这些威胁 而怎么去保护自己 它对外 而且这样的一种打击模式 就是有没有对外也去扩散 有没有把这个红爪伸到海外呢 直接伸到海外现在还不好说 但是对于中共的这个一些教科书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分析人士看得到的话 就是中共其实是假想的这个战争啊 就是说针对台湾啊或者是针对这个南海的啊 或者甚至中印边界 他们都曾经就提出这样的想法 就是用这些脑波干扰的武器 那么对就是说在正式的这个两栖登陆作战之前 在这个攻击前甚至可以通过这个无人机 或者是像所谓的这个侦察卫星啊 或者侦察气球啊等等这种方式 把它这个deliver到相应的战场 然后释放这样的武器来影响 整个人群的这个精神状态 认知状态识别状态 它是有可能就是就是在在进一步完善这个策略 现在就当然还不可能去实现它 那么但是中国军方在探讨这样的这个用途 所以这个仍然是对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您发现就是说海外啊包括就西方国家 对于这样的一种打击模式有没有比较好的应对措施 其实相当难的 就算这份报告中我们也明确提到 当然要对中共从事这个就是脑科学研究 脑机接口研究以及这个控制大脑意识方面 研究的这样的机构要特别的警惕 甚至要内入这个制裁的范围 但我觉得就是整个西方社会对这件事情的威胁性上的认识来说 还是属于很初步的阶段 所以即使你跟政府的一些情报人员沟通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有点像天方夜谭的 因为就是像你刚才跟秦北先生沟通的 就很多人对于中共的这个邪恶性 他是没有了解或者说very naive 有时候是不是不敢相信 中共会邪恶到这个程度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报告 其实就是起一个education的作用 就是让人至少心理上认知上是对这件事情的可能性 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然后说整政府的决策者真的意识到这个事情的危险性的时候 也许会有更实质的这些做法吧 那你就像刚才提到了2021年对中共的一些研究机构 这个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等进行制裁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利的一个做法 但是肯定还不够 因为很多情况下 中共就是很多事情是在军民两用的框架下进行运作的 所以最近这个Ryan Clark和LJ Eats 我们也发表了一个文章 就是专门谈中共在这个军民两用的框架下 所做的一些危险的病原理的这个功能争议的研究等等 那么这些其实就是说 中共让它觉得表面上都是很科学合作 大家一起探讨大脑的奥秘 对不对 宇宙的奥秘 我们通过大脑的研究能够更好地了解等等 看起来都是冠冕堂皇的这个科学的合作 但是中共军方这个意图资源在背后 这是国际社会很难察觉的 所以说就是说认清中共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对措施 非常感谢小旭博士 也希望您把这样的一份报告可以传播给更多的朋友 稍微请秦鲁先生总结一下 就是说您观察有没有哪些中共的部门是参与其中的 能不能和大家稍微简短地说一下 直接就是被制裁的我们说是研究最多的 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中共的这个军事医学科学院 它专门是做这个方面的一些研究 我们看到它也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成果 这个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报道 也是在中共的军事新闻网站 像中国军网还有新华社转载的中国国防报 这些方面其实也提到了说要获得这种智脑权 获得这种对脑控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制胜之道等等 就说它其实是有关方面来讲其实是很重视这个的 所以说从侧面也可以证实它确实有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确实实是在进行相关的研究 否则的话中共也不会这么去不断地去推进这方面的一些这种说法 而且其实刚才小旭提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它是军民两用都在去研究 一个非常著名的话我们就讲说是像复旦大学 它的这个那个脑控的这个方面的这个专家叫做王以正 他本身就是这个在中科院的院士也是军医师科学院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说还是有很多的资料可以查到的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对于这个话题的一个一些看法 我们下面来说另外一个比较火的话题 那么7月16号中国的知乎上有一条帖子 说越来越多的南方人不远千里来东北拍视频 而且是冲到了网站热点的排行第二 帖子问这反映出什么现象 有人就跟帖举例说几年前啊 鹤岗因为超级低的房价成为了网红城市 最开始呢吸引了不少的南方年轻人到那边生活 而一开始舆论也并不看好 觉得年轻人在那边是待不久的 不过目前看起来去鹤岗的南方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 许多人还在当地做起了网络直播 而且目前东北菜东北菜的菜量怎么这么大 这个似乎也演变成为了一个新梗 许多网友呢就分享自己吃12元东北盒饭的自助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看 来点粉条 加块肉吧 来点酸菜 这什么呀 这个 鱼香肉丝 这个是鱼香肉丝 没有味料 只有肉 只有肉的鱼香肉丝 炒猪肝 来一片吧 每个都长点 这又是啥 雪豆腐 雪豆腐 哦 猪血 来一小块 好嘞 这啥 不是 凉菜 皮冻 这个茶 来一片 蒜苔吧这个是 来一点点 拿泡豆腐再来一点点 合理分配味剂 你早点吃吧 随便打是吧 来两块 来点红烧肉 拿点酸菜 红烧鸡块 烧茄子 溜断 小碗蛋 芹菜炒粉 油焖辣椒 炒干豆腐 炸鸡的 土豆拌茄子 加点鸡蛋拌子 吃三块 简单的一顿午餐就打好了 又敞了盘拌菜和西红柿盖饭 第一口先吃这个鸡蛋 虎皮鸡蛋脆脆的 特别好吃 不够吃还可以随便尝 吃完了又来点饭后甜点 在东北生活真是挺好 这些菜你们喜欢吃哪道菜呀 是啊看到我们都饿了 秦莫先生 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 为什么大批的南方人会到东北去 就是说跟大家晒这些 就是看起来比较低价的一些生活模式 对 现在其实国内的朋友在讲说 他很多人的话 是从一二线城市撤离了 那车到哪去呢 有的是回到这个老家 二三四线城市 对吧 有的那就去找一个比较 生活成本看起来更低的 你不能一锦还乡 但你可以去一个更 生活成本各方面更低的 这样一个地方去打拼嘛 对吧 所以很多人就选到了这个东北 包括呢 是著名的这种几万块钱一个房子的那种贺港啊 等等这些地方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体现出来 越来越多 实际上这是一种大迁徙 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是这个原因 那您觉得就是说大批的年轻人到东北去 然后这个是和之前 就是说五一长假比较火的这个资博烧烤 会不会有一点类似 但是其中又好像有些不同啊 我觉得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共通的地方 就是说消费降级了 因为人的生活成本或各方面压力太大了 所以其实大家去转移到这种比较低廉的地方 但看起来呢又还不错 让你觉得好像个人的尊严 个人的生活品质又没得到很大下降的地方 比如说你去别的地方我去吃不起对吧 或者游不起 但是呢去一趟资博做个高铁票 加上这个吃一顿烧烤 这个还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是比较火爆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这个期间背后呢 大家是消费降级所谓的穷游 当然不同的地方的话呢 其实是那个资博烧烤它毕竟是一种旅游现象 是一个这种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这样的一个人口 采取了一种重工业 因为轻工业就是这种KTV或者是网播嘛 重工业就变成了这样的烧烤 那么对现在来讲 其实是带来说这种工作迁徙 以及生活发展这下去怎么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个其实高房价 以及现在的这种一二线城市这种高成本 其实带来了很多人在拼命的去寻找这种出路 如果说年轻人他这样暂时是生活确实很好啊 但是他会演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而这样的一种趋势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好事吗 对整个中国最终的结果也许是好事某种意义上 生活成本将来会更低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会带来整个房价会进一步崩溃掉 因为你越来越多的人本身人口出生就少了 越来越多人又跑离了这些大城市 那这赫岗以后的房价会不会起来 那有可能稍微起来一点点 但是他无论如何跟那些几十万上百万 再几百万上千万的这种大城市 他没办法比的 而当这些人大力撤离的时候 你经济本身又不行 一定会带来一个崩盘式的一个这种结果 所以现在你看刚刚就是中共统计局 发布了这个上半年的这些经济数据 我看好多的这个朋友圈 而且好多是专家型的 就是我们说是这个经济圈或者是 是 应该您的朋友圈都是这种 对 他们的话就是说 他们说没办法平了 就是说你撒谎的话撒的小一点 大家可以评论评论说你这边有什么问题 现在撒的太大了 就是说所有的数据都在下降 对吧 出口在下降 那个工业的这些利润在下降 银行的利润在下降 然后大家的收入在下降 结果你的包括那个我们说 就是这种什么CPI PPI等等 全部在下降 结果你经济在上升 你这个东西没法平了 而且一蹦蹦到这个是6% 5% 有这么高的一个数据 是不是中共的各个部门之间 它不够协调 所以现在说是中国经济的三大这个马车 是什么呢 这个统计局 中宣部 还有呢是这个网信办 所以就变成了这三大部门 把中国的经济可以往回转一转 平平地拉起来 另外就是说以前经济上行 就是这奋斗文化比较这个 就是说占上风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说外出 然后东北那边也是很多人往外迁徙 但是现在好像是 逆迁徙 对对对 就是南方人也回去了 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文化 就是它会让中国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我觉得整个有点乱套吧 就是说你带来的结果的话 东北化 就是说好多人说是全国在东北化 就是说我们说是经济各方面在下坡 最后人的话走到这种虚拟经济 所谓这种网红经济对吧 但是反过来讲 你全国都走到那个情况下的话 其实消费整个要大幅大幅下降的 生产整个要大幅下降的 你跟全世界现在搞恶化了关系之后的 整个的这个我们说世界工厂 要接近于这种坍塌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其实才带来这种我们说人口的迁徙 带来这样的一个这种变化 人来来来去去的 最终来讲全国可能还是会像东北 这么一个学习 都在经济各方面都像 他方一样的在去变化 一般来说什么时候才会有这种 就是说大规模的迁徙 而且是这种年轻人的迁徙 像以前闯关东 动物世界不是好像有一个说法是吧 当这种水源缺乏 然后这个气候恶化 然后草原上的这些草没有的时候 所以您觉得是整个 人第一是这个减少生殖 动物我们第一减少生殖 第二就是会大规模的迁徙 现在就属于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您觉得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 大环境现在不行了 所以的话才会来这种特殊的一种迁徙 所以您觉得经济是主要原因 经济是主要原因 如果否则的话 它是一个更好的城市 像大城市去迁徙 而不是反过来这么流转 我觉得秦范先生 这一点确实是说的很到外 中国的经济现在确实是让很多的年轻人 不知道该走向何方 而且我们看到之前是有很多年轻人说 毕业了之后是想去当网红的 您觉得 60%的人现在是愿意去当网红 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反映出来 大学生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就业观 和他的这种人生观呢 它其实是 当然我们说很多人会 就跟我们说原来去上闯葬北京一样 北漂 后来很多人就跑出来了 像王宝强一样的 他会有这么一些现象 会上层的人浮出来成为一个顶流 但是当大规模的人都这么去做的时候 去想的时候 这代表这个社会病了 对得不清 因为永远的我们说成为 在某一个特定的行业 它永远是整个经济的一个部分 假如说大家都往这个地方挤的时候 这个一定是整个经济出了问题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 其实同样在这个网红圈里面 其实他真正赚钱的也只是一小部分 头部主播 头部的这些人 那么大规模都进来之后 其实同样的会卷 超级卷 卷的最后的结果的话 其实大家可能都是很难继续去发展 最后可能不得不再去躺 或者再去润 再去继续的话 被在其他各种行业变成一个酒 韭菜的酒 对吧 所以现在这也是网上流传的 一个这种四个象限的人 年轻人的生活的一个方式 怎么说 哪四个象限 韭菜 这个卷 然后这个润 还有呢 还有呢 是糖 真的是挺可悲的 这个这样下去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非常感谢小旭博士和秦鹏先生的精彩点评 那我们的这一期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